黑衣人闯警局闹事砸电脑 松山之乱延烧到了官朔风暴 为了自证清白 鄙视警察局长陈家昌 和松山坟局长十五千利 两人主动到北警说明交付手机 已经做了很详尽的说明 但是警政署那边还是有很多的揣测 今天我主动到地检署来做一个说明 自有公断 松山坟局纵放嫌犯上演荒腔走板握手大戏 事发关键96秒影像更被灭震 署长震怒要求警高层配合调查 成了时尚头一遭 但一局局长陈家昌怎么吞得下 不听署长的话 没把手机交给刑事局见续 直接大动作来到北检 让检方调查雷青石压说 中文派出所前所长也二度来到北检 接受询问 我身为警察的一份子 我不要去为难刑事警察局 我认为地检署这边比较具公信力 要求三线三天下第一局局长 接受调查署长摆明不信 乌山说法官书逢波变成检署保署 外界政委警政署设下停损点 警政署长在未经司法程序 直接要求自己的属下 交出手机调阅通电记录 甚至是接受测法 只是程序不正义 只会错上加错 中方面正扯出警戒内堕黑幕 但到底有没有明带黑道潮湿 被影射的松山分局长做出回应 看过我跟张建英打麻将 请他勇敢地站出来 我们来对职 不要躲在键盘后面当小喽喽 前所长徐舒桓 被寻忍不住哽咽 话中有画山画面 似乎非个人所愿 而副所长描述96秒案发经过 谈纯睡梦惊醒 赤脚压制嫌犯 有杂蚁摔电脑 却说无犯罪事实 没逮捕 逻辑令人匪夷所思 检方现在将警方三人说法 交叉比对 手机桶连接事情画面 加上证词 谁放人谁主使 相信很快有答案 就综合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